hello大家好我是爱表的ZP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然后也很感谢大家对于上一个品牌故事的点赞以及关注 那这一期就是来回收上次跟大家订下的flag 就是这一个主流外表圈子中历史最悠久的品牌 Blancpong宝珀 首先我们要把时间的齿轮拨回到300多年前的1693年 那这一年呢在瑞士维莱尔镇的一个乡间小屋内 一个平平无奇的小男孩出生了 那这个可可爱的小男孩就是一切故事的开端 他呢叫做贾克雅汉宝珀 但是在这个懵懂的年代 我们的小宝珀也只是一个普通农民家的孩子 而他的父亲更是一个引入成烟的教师 那在时间慢慢过去小宝珀也逐渐长大 那他的职业旅途中他也接过了父亲教师的身份 为了生计他也接过了家中的农活 但是呢在世俗的琐事之后 小宝珀和大多数的男生一样 对于机械传动的一些东西 也是有着自己独一份的热爱 于是他开始接触制表 沉浸于用自己的制造去勾勒时间的模样 于是他成为了宝珀先生 将制表融入了自己一生的事业之中 那时间来到1735年 那这一年呢也是对于宝珀来说相当重要的一年 因为那一年未来小镇进行了一个类似于官方的居民财产登记 而这个登记各个居民也是需要抱贝自己所从事的事业 那宝珀先生其实他也是一个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斜杠青年 因为他既从事家里的务农事务 也从事教师的工作 他还有就是他的一个制表的视野 但是在从事行业的这一栏 他最后还是选择填写了自己作为表将的一个身份 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资料可信度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宝珀的logo下面写着的是1735年 就是来源于这个官方资料的背书 而其实你可以这样想一下 当时的宝珀先生已经是42岁的一个年龄 他肯定之前也是积累了很多业内的经验 但是由于没有可以考证的资料 所以大家也就只能将1735年定为宝珀诞生的年份 那这里我有个很有意思的思考 就是当时宝珀先生在面对填写行业的那一栏里面 如果他选择了写下自己另外的两个身份 那有可能他在历史中的意义就并没有那么重要了 那现在历史最悠久的钟表公司的这个名号 可能就要归于其他的品牌之下了 所以这里也引申出来一个毒鸡汤啊 就是你的努力其实并没有选择重要 好的那说回到宝珀先生 我们还是采取官方的材料 他是在1735年成立了自己的宝珀公司 虽然宝珀先生贯彻一生的制表事业中 作品肯定还是不少的 但是当时维莱尔镇的制表行业并没有一个品牌意识 大家也是约定俗成的做一个幕后的支持者 而并不会在自己的钟表作品上面署名 所以对于宝珀在18世纪的一个制表历史就很难去考究了 那很难得的是有一枚作品还是留了下来 就是他为当时包括现在也很家喻户晓的一个人物 就历史上著名的路易十六做的一枚怀表 那这枚怀表上面除了维莱尔镇的字样之外 还印上了Blancpong Effuse 就是宝珀与他的儿子 好的那提到了宝珀与子 那我们贾克亚汉宝珀的儿子 艾萨克宝珀也是跟随着父亲的脚步 同时从事着制表以及教师的角色 但是与他父亲有一点很大的不同 就是他的一个事业中心 其实是更多的放在教书的事业之中 于是问题就出来了 在面临日渐增长的订单 他们肯定还是需要有一个 全身心投入制表行业的领导人 那这一个人他就是艾萨克宝珀的儿子 大卫路易斯宝珀 他的出生恰逢处于家族企业逐渐兴盛的时期 于是18世纪末他全职投入了自家公司的运营之中 于是在每年有几个月他到德国或者法国旅游的过程中 他会带上一些自家公司生产的钟表 到欧洲各国去推广去销售 那因为宝珀家的钟表做的还是蛮不错的 口碑也慢慢树立起来 也逐渐在海外打开了销路 那我们大卫呢也是历史上可考的宝珀的第一位海外销售 时间来到1789年 一声炮响打破了维莱尔小镇的宁静 那这时呢是拿破仑医师的统治时期 我们知道当时拿破仑的铁骑也是席卷了整个欧洲 那瑞士包括维莱尔小镇也是不能幸免被卷入了这场欧陆风雨 在拿破仑的铁骑下维莱尔小镇被法国吞并 而在国仇家亨下镇上的年轻人也是纷纷入伍 加入到了对抗法国的阵营之中 大卫的儿子福德里克路易宝珀也是应招入伍 那有一份1806年的餐具名单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当时维莱尔小镇的一个制表事业 在其产业布局中的重要性 这当时流传出来是有78个应招入伍的人员名单 那其中就有46个中表示 那相比之下呢农民就有8个 所以可想而知当时的制表业在维莱尔小镇的一个重要性 OK 那在17年的战火中颠沛流离之后 时间来到了1815年 那这一年我们的福德里克路易斯宝珀 强攻退伍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维莱尔小镇 那多年的从军生涯也是开拓了他的视野 转眼回归之后他也是得以用更前瞻性的视角 看待自己的家族企业 那在福德里克接手了家族企业之后 他升级了工坊 然后也改变了宝珀品牌的设计风格 而也是为此他改进了自家的品牌机星 将怀表的表冠放置于12点钟的位置 同时增加了小秒盘 从此宝珀开始在机星的工艺上面下足功夫 那与此同时宝珀一些过剩的产能 也是生产出来一些毛配的机星 以供给其他品牌的使用 也是得以让宝珀从一家手工艺生产的公司 转变成一家有一定工业规模的企业 那这对宝珀之后的扩张有一个很大的作用 那在完成了那么多成就之后 福德里克也是逐渐感觉自己的身体 有点力不从心 因为他有十几年的一个参军生涯 也是落下了一身的伤病 于是在1830年 他便有点难以支撑得住事业上的压力 把自己家族事业的接力棒交给了他的儿子 好的那截止到1830年 宝珀家族的事业已经传承到了第五代 而在这时我们可以想一下 有哪些耳熟能详的牌子 已经成立或者即将成立 或者还得再等一段时间 虽然说福德里克是把公司交给了他的儿子艾米尔 但是作为一个很有事业性的老父亲 他还是有点放不下心来 因为艾米尔是1811年出生的 当时也只有19岁 于是即便在艾米尔接管了宝珀之后 福德里克还是顶着自己的一身伤病 辅佐儿子长达13年之久 他呢也是继承老爸工业化进程的思路 将宝珀逐渐打造成现代化企业 然后也是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而且他还给当时的宝珀引进了杠杆式的群纵 也是现当代的万表还在使用的一种群众机构 那在多重决策的作用下 宝珀也是逐渐成为 维莱尔小镇最大的钟表制造商 那这里要插一句题外话 就是我们现在如果以上帝视角来看 艾米尔当时的所作所为 还是有一点嘲讽的戏剧性意味 因为在一百多年之后宝珀她其实又开始抵制流水线的生产 以凸显品牌的匠人精神 那怎么说呢毕竟那会儿还是草莽年代能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在1857年我们的艾米尔宝珀与世长辞享年46岁 家族的传承来到了第六代 艾米尔宝珀的三个儿子接手了家族的企业 分别是朱尔斯 内斯特和保罗 那为了好计我们叫她小猪小内和保罗吧 与艾米尔的时代不一样 虽然他们有三个人 但是他们面临的挑战是更加严峻的 那首先呢是要说到流水线生产 虽然在之前艾米尔就已经布局了工业化流水线生产 但是美国人这套明显是玩的更溜 那更多的自动化机器和更便宜的用工成本 整一个西方的钟表市场来了一波价格上的狂卷 在天真无邪的瑞士人面前 美国人总是可以拿出比低价更低价的钟表作品 于是在围来小镇的制表行业利润不断走低 而且这帮野蛮人还不仅仅是价格低廉 他们技术还更加的先进 他们带来的是一款更加现代化的表冠装置 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既能上发条又能调时间的表冠 那这个专利是另外一位重要人物 就是爱的话好雅 没错就是太个好雅的那个好雅 他所申请的无钥匙表冠商链的操作系统 那因为涉及到专利问题 也是给围来小镇带来了更大的一波冲击 那我们的宝破因为家大业大 也是得以在这次的冲击中幸存下来 宝破之所以可以幸存下来最大的工程 就是小猪的决策 那他是提出了精品店的概念 也规划了宝破的产品线的思路 它的逻辑是让宝破成为专精高端制表的厂商 小猪的这个逻辑就是让宝破去跻身奢侈品的赛道 因为他也知道来到19世纪末宝破也是经历了六代传承人的更替 作为一个家族企业 他其实也是拥有做奢侈品的底气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类消费的心理 就一个产品他如果是很明明巴巴的把他的成本什么都PO在你的面前 然后去告诉你他挣了很少钱 反而你对他的好感并没有那么高 而如果一个东西他在你的脑海里面植入了他是奢侈品的概念的话 反而大家会去对他趋之若鹜 就像当下的汽车市场一样 在电动化浪潮来临的时候 反而是之前主打性价比的一些品牌做不住了 比如说丰田 比如说大众 比如说福特 而我们说真正的顶舌 他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焦虑 比如说帕加尼 布加迪 法拉利这样的品牌 好的收 离题不要太远 我们接着回到宝珀 很自然而然宝珀还是在这样的危机中遭受到了挫折 也因此让三位继承人中的保罗离开了宝珀 改行到瑞士西部去做起了啤酒的生意 而最后小内也离开 宝珀成为了小猪 也就是朱尔斯·埃米尔的宝珀 而后来小猪变成了老猪 他也跟他的儿子一起经营着宝珀 他们合力在之前的危机中逐渐缓过气来 在原来贾克雅汉宝珀的小屋对面建起了一座新的工厂 那这个工厂的落成也标志着宝珀在20世纪以前 确立了走向现代化制表的路线 而时间来到了1915年 有一位宝珀历史上很重要的女性加入了宝珀公司 那这个女性就是贝蒂·费斯特 她在16岁的时候就作为学徒加入了宝珀公司 也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女性 学习得很快 晋升得也很快 后来她在宝珀公司内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成为了宝珀钟表制造和商业开发的主管 贝蒂在管理层摸爬滚打的同时 另一边小福德里克从她父亲朱尔斯宝珀手里面接过了公司 成为了公司第七代宝珀家族的管理者 小福德里克与之前的继承人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就是 她并不是很喜欢住在维莱尔镇里面 相比之下她是更喜欢市里面的圣色拳马 以及外面的花花世界 她在周围列国的过程中也是遇上了生命中的贵人 就是来自于英国的制表大师约翰·哈伍德 他们俩一个有资金有品牌 一个有想法有技术 于是两人一拍集合 在1926年推出了世界第一款自动商链的腕表 宝珀·哈伍德 这枚腕表在巴萨尔展览会上一进发布 就引发了大众的关注 也是进一步的打响了宝珀在全世界的名声 站上了行业的天花板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 小福德里克骤然离世 而她也没有来得及留下子嗣 只有一个女儿内力 而内力对于继承家族企业也并没有很大的兴趣 她也拒绝了宝珀的继承权 而真正宝珀的大旗就是来到了我们前文提到的背地手里 宝珀家族的血脉在1735年到1933年将近200年间的传承中 留下了众多的故事 最后还是依然难逃中断的命运 那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脑补一出 背地作为外来者 一个商业女魔头 怎么样去争权夺利 怎么样去运筹帷幄 一步一步的去获得公司的继承权 但其实并没有 我们知道现实有时候会比电影魔幻 但是并不会有电影那么狗血 贝蒂她在1915年加入了宝珀之后 在这十几年间也是兢兢业业 也是靠着自己的能力逐渐的去获得宝珀家族的信任 那在一封小福德里克女儿内利寄给贝蒂的信件上面 也可以看得出来 宝珀家族对于贝蒂的信任 以及对她工作的认可 那这里要提到一点的就是贝蒂在接手了宝珀之后 将宝珀更名成为了雷维尔宝珀 就是Review Blancpain Review这个名字的灵感是来源于宝珀起源的小镇 就是维莱尔小镇 那这里要提到的就是瑞士对于公司继承的一个法律规定 就是你的公司如果公司内部没有了家族成员的话 就不能再使用原家族成员的名字了 所以贝蒂也是出于无奈 也是出于对于宝珀家族起源的纪念 而更名成了雷维尔宝珀 那这里还有一些对于这个法律很有意思的点 就是之前有很多的钟表公司 他在失去了创始人家族之后 因为想保留这个名字 也是会用高薪在瑞士当地去聘请一些 跟原家族成员同名的人 去进入公司担任一份虚职 拿着一份薪水 所以很有意思的就是 当时如果你出生在瑞士 你有一个好名字 真的是很有助于你获得一份钱多事少的工作 好的 因为时长的问题 那这期节目就先讲到这儿 那宝珀在20世纪即将面临一个怎样的风暴冲击 以及她又该如何应对 那下期节目我们再慢慢到来 感谢大家的关注以及点赞 那我是ZP 我们下期再见